他肚子好饿 就是都这样子吃 然后就让他们饿肚子 小弟弟最近免疫力下滑 感冒生病 脚上因为被蚊子咬 没有照顾好 小伤口变成大伤口 平常火蹦乱跳有点过动 采访这一天却一下子就没电 小男孩的姐姐安静不多话 因为时常搬家转学 很难和同学打成一片 没有安全感的时候 基督教教友送给他们的钢琴 是他抒发心情的出口 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妈妈就已经在准备要出门 然后放学后还找不到妈妈 妈妈在上班 离婚后要独自撑起一个家 没有娘家父母 没有后盾 累出病来 心酸只能往肚里吞 我也只有我生病 结果是小孩子 心里也是有 也是都需要看身心科 这些是你每天要吃的药 对 全部吗 对啊 肝脏的医生是叫我说 回去调作息跟压力 就是不要再让那个肿瘤长大 就是甲钻线或者是肾结石 为了养小孩得长时间工作 但服务业却赚不了太多钱 偏偏孩子只要一出状况 就得请假 我的压力都是担心这两个小孩子 以后怎么办 我就是又自己一个 就是都放心不下这小孩子 所以只要活久一点 就是健康熬他们长大 我就是 这是心愿 一个人带孩子很不容易 尤其在经济困顿的时候 如果撑不住 请让我们帮你 有基金会黄慧婷 卢智协在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